1月2日,郭晶晶分享了祖孙三代一起到瑞士滑雪的友爱视频,并称这是2023年的最后一次亲子之旅,同时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合家安康。 值得一提的是,郭晶晶还带着公共霍振亭同行,孝心尽险。据悉,一家六口是到瑞士滑雪,这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毕竟霍启刚郭晶晶在国内知名度太高,一眼就能被认出来。 旅程中很容易被路人打扰到,也影响三代儿女像普通孩子那样享受假期。 一家五口站在雪山上合影,霍启刚身穿蓝色上衣和黄色裤子,相比之下,郭晶晶显得低调朴实多了,服装浑身上下都是黑色,不摘帽子眼镜,根本不会被认出来。 拍照时,郭晶晶还用手扶着霍启刚的手臂,细节里都是爱意满满,长子霍中西,身高已经快到爸爸的肩膀位置,小女儿超过了爸爸的腰间。 据悉,小女儿是在2019年1月1日出生的,所以刚过完五岁生日。 一家人在车厢里合影,霍启刚与郭晶晶乡下而坐,霍振婷则和三个孙子孙女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霍振婷今年已经77岁,但是老爷子身体十分健朗,和孩子们一样,戴着红色帽子,很是喜庆。 霍振婷和孩子们在雪中合影,换了一顶黑色帽子,戴着墨镜精神绝朔。 霍中西身高已经超过了爷爷,霍中严和霍中仪站在爷爷的跟前,如同两个洋娃娃。 从中也能看出霍振婷并不会重男轻女。 郭晶晶还大方晒出了三个儿女的高亲正脸,兄妹三人如同饼印,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尤其是下半张脸,用一模一样来形容都不为过。 不知是不是灯光的原因,长子的鼻子被拍得特别大,两个妹妹虽然长得很像哥哥, 但是看起来都比哥哥清秀不少。 最小的妹妹对着镜头比剪刀手,模样十分乖巧。 郭晶晶还大方秀恩爱,分享了和霍启刚的同矿照,两人带着圣诞帽出镜。 和爱妻在一起的霍启刚笑容满面,自带喜感,既是富三代,又是顶级恋爱脑。 这样的完美形象通常只能在小说里看到。 三个孩子自己的东西自己拿,滑雪场上也表现得非常勇敢,热爱挑战,个个都非常优秀。 虽然远在异国他乡,但依然有人认出了郭晶晶一家,此前就有网友晒出了在瑞士的偶遇照。 霍启刚和郭晶晶前后走着,孩子们跟在身旁,一家人奇乐融融。 郭晶晶在霍家的地位很高,即便是在家带孩子居多,很少出来工作,但依然被全家上下尊重。 郭晶晶不仅重视孩子的学习和教育,而且经常带着孩子们旅游,去看世界。 去年,郭晶晶霍启刚一起带孩子爬长城,就被偶遇过。 后来郭晶晶又带着孩子们去西安,观看秦始皇兵马俑,登上陡峭的华山,孩子们都很勇敢, 但看到照片的网友,不禁要为兄妹三人捏一把汗。 由此看来,能做郭晶晶的孩子是一件很有挑战性,也很幸福的事情吧。 12月2日,霍启东经验馆开馆仪式来了不少名人名流,霍家的人也来了不少。 其中,霍振婷还以大家长的身份发表了演讲,霍启刚夫妇与霍启山霍启人一字排开站在一起, 郭晶晶一张明星脸很有辨识度。 霍启东的女儿也来了,就站在郭晶晶的身后, 不知道是霍丽娜,霍丽萍,还是霍丽丽,这三位霍家名媛很低调, 几乎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好像和娘家责任霍启刚也不是很熟悉似的, 并没有见过他们的大合照。 郭晶晶是霍启东的长孙席,这一次见了好多婆家人, 不但和婆家姑姑同框了,站位还很近,而且婆家二婶也在, 一头短发打扮时髦,年轻时也是一位大明星, 嫁入霍家后安心做豪门阔态,不像大嫂朱玲玲似的太过于高调, 闹离婚后又嫁富豪人人皆知。 陈琪琪是霍启东的二儿媳,一头短发站在人群中风韵犹存, 毕竟颜值与身材在这放着,年轻时也是小有名气的明星, 再加上保养得当,和老公一直恩爱有加, 他的儿子霍启忠,霍启文也来了,就站在他前面, 不过女儿不在家族合影里。 霍思伟是霍家长房里的长孙女,也是霍启刚的堂妹, 平日里活跃在豪门圈,继承了明星巴曼的盛世美颜, 长得清秀又漂亮,还有自己的事业,也是才女一美。 让人遗憾的是,朱玲玲美国与霍振廷白头偕老, 她和豪门前夫离婚后,转身又嫁给另外一个富豪, 以至于两个儿子到现在都是大龄盛男没有结婚, 估计都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 毕竟父母离婚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 好在大儿子霍启刚三观很正,和郭晶晶的婚姻也很幸福。 霍英东大房子孙汉同旷,儿媳陈琪其风韵有存, 孙媳郭晶晶有辨识度,他们俩人虽然不信霍, 但都是名人,郭晶晶比二婶名气还要大, 经常活跃在体育圈与时尚圈, 传奇人生与婚姻让人实名羡慕, 陈琪琪、郭晶晶都是有福气的女人, 遇到疼她们爱她们的阔哨,为夫家生育的子女也都很优秀, 霍家的延续全靠她们,只是可惜了朱玲玲了没有坚守到最后, 为了自己的感情让三个儿子受伤。 霍英东财产争夺战的主要涉及人物包括霍英东的第二任妻子冯坚妮, 第三任妻子林书端,以及她们的子女们。 霍英东共有三任妻子,其中第二任妻子冯坚妮 和第三任妻子林书端都曾与她生育子女,在争夺战中。 涨房的三个儿子成为了关键人物, 他们分别是霍振婷、霍振环和霍振宇。 据报道,二房和三房的子女们曾经与涨房的三个儿子达成协议, 将共同分配霍英东留下的约160亿港元遗产。 霍振婷是霍英东和原配所生的儿子, 继承了父亲的体育事业,是国际奥委会委员。 霍振环也是涨房的儿子,负责打理家族的金融和贸易业务。 而霍振宇则是涨房的小儿子, 他曾经因为与二哥霍振环的矛盾而将兄长告上法庭。 首先,涨房的儿子霍振宇于2011年12月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书, 指控二哥霍振环在父亲霍英东的遗产分配中存在欺诈行为。 霍振宇认为自己和其他子女在遗产分配上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因此要求重新分配遗产。 霍英东财产争夺战主要涉及到了他的多位妻子和子女之间关于遗产分配的争议。 这场争夺战引起了广泛关注, 并成为了豪门恩怨的经典案例之一。 总的来说,豪门争夺财产, 其实就是上演了一场宫廷内斗, 体现了人性本事自私自利,为财产反目成仇。 近期,随着霍氏家族开创者霍英东老爷子的纪念馆的落成, 之前因为爆发增加产传闻的霍氏家族再次成为了人们瞩目的焦点。 该纪念馆于2023年12月2日在广州南沙揭幕, 恰逢霍英东100年诞辰,霍氏一族全部到场, 以霍启刚和郭晶晶为中心的大合照,看起来是一团合气。 从照片可以看到,除了霍振亭一家全员到齐之外, 包地霍振环和霍振宇也携家人后代到场, 他们全部是霍英东和大房吕燕一所生。 因此,这几家成员也是离霍启刚和郭晶晶最近的。